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象征和隐喻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权利专制权利的一种象征 操控国家 我们前面说了专制制度要最大限度的控制人的灵魂和肉体 那么这种控制人的灵魂和肉体 一方面可以叫做对男性可以生杀于夺 对女性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控制她的身体 让她成为一种财富 一种身份 一种权利的象征 占有更多的欲净 当然这里面也不能过分贬低咱们男性 实际上女性也是一样 有了权利 假如在座的你们成为了武则天 还不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它是一种权利的隐喻和象征 在一个政治 无论任何事物和身体的控制都是分不清楚的 分不开的 所以在政治必然依赖于对身体控制的权利 这样的一个阶段 一个发展阶段上 所以一个有权的人 无论怎么样 总会把他的权利的关系 权利的符号 刻写在对他人的身体上 这种刻写 公刑 意识刑 它的阉割 还有对异性身体的控制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有了财富 为什么小三 二奶盛行 他是这样的 这也没办法 这也是一种 人类从符号文化的角度讲 异性对它来说 是一个个人成就 个人成功 个人权利的一种符号化的表现了 多了 你想想 多了 你说有 它象征力更大一些 有的皇帝后宫 家力三千 那还是少的 那么有的皇帝 一次释放宫女 就几万人 释放两万人 那你说没释放的 还有多少 是吧 对不对 是一样的 所以他最后 他就成了个象征了 另外他在转制社会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家族的繁衍 这种家天下的 这个再生产过程 家天下的再生产 要通过广备后宫 广备后宫 来实现 有足够的继承人 维持这种继承的秩序 还有 那么这种帝王的婚姻 还有后来又发展 更高的 更文明的形式 就是在于它的政治结盟 通过婚姻的方式 和社会的精英集团 统治集团 建立这种群态关系 政治性婚姻 通过这个来结盟 所以我们说 通过汉唐以后 尤其是在魏晋以后 我觉得中国的帝王的婚姻 在魏晋以后 开始越来越重视 那么像司马懿政权 因为前面 朝魏政权的话 可能不大重视 加上他们的身份 比较低贱 受人诟病 所以在司马懿政权 他本身就是名门望族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 他呢 帝王这些皇子的婚姻 都要找到高门大姓 找得低了太不行 所以有的皇帝 像魏晋的时候 有的皇帝 后来靠政变出生的皇帝 那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儿 那在家里还是备受歧视的 所以有的 有的这个皇后 后悲 就公开的嘲笑皇帝 你们家算什么的 我家是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门帝观念 中华观念非常严重了 所以这个皇帝有时候都在 在这个后悲面前抬不一头来 因为家族的门头不高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到我们看到唐代以后 慢慢的就是非常重视 这个后宫的选拔 这个所谓的选美 一定是在名门望族 要极品观 要世代的比较 这个家身非常好 就是说所谓的有门头 有来历的人 不是说这个游荡无根的 那个家事不好 爆发户 是吧 前面还是这个种地的 后面一样爆发了 或者从事各种不正当 或者比较社会低贱的行业 什么歌星啊 演员啊 那都不行的 是吧 那都属于太低了 它是社会连科技都不能考的 苍幽建立之将 这些都是妓女啊 这些都是不行的 什么这个驴皮匠 长鞋的 那也不行 你爹是卖黄鱼 踩三轮车的 那不行 是吧 所以这个 一定要这个门地很高的 所以这是这个 这样 所以通过这个都以建立 广泛的政治联系 建立群带关系 来这个形成 来改变这个黄家的孤立状态 那么这个后妃啊 这个他们这个干预政治 也比黄 应该说比这个什么宦官呢 更有他的独特的条件 为什么呢 在中国的这种中法文化界面 后妃 所谓的女后 我们知道后字本身 这个后啊 我们从他的字元上看 后本身就是君 我们经常讲下后氏 后本身就是君主的一种别称 所以皇后太后女后 这个后字 它是在身份上 后来有时候也叫小君 那后来中法关系 男女这个尊 男尊女被这个文化建立之后 也叫小君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宫廷里面 后和君主 他是他的 他是一体的 皇后和皇帝 他本身是一体的 从家族的关系来讲 那么 父亲和母亲 都是一个孩子 一个儿童的天然的老师和尊长 父亲母亲 对他的子女说具有天然的权威 所以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家天下的政治下面 那么皇后 尤其是当这个皇帝不在的时候 他就自然地会承担起家长的责任 拥有家长的权威 所以他具有这种伦理资源 他是家长 而且作为一家之长 作为家天下 这个国家事情又是他的家事 所以当然一般人也会 这是你们的家里的事情 请你做主 所以尽管像宋朝 明朝 也都有严格的家法 严禁后非干净 但是呢 这个呢 在操作起来 一旦遇到非常状态 实际上又不得不迁就这个事实 不迁就事 所以我们看到 发生政变 或者是皇帝突然去世 这种突发情况下面 其他的大臣束手无策 最后还是仰照太后 作主 或者下命令 所以这个宋朝的几次政变 没有办法 皇帝突然去世 或者有的皇帝 他跟前面的皇帝关系不好 皇帝死了 他拒绝主持这个国殇 他不出来 装病干什么的 我生病了 因为闹矛盾 比如像过季 尤其是像过季的皇帝 像我们宋孝宗假如这样的 尤其是这样的 他是养子 他跟他死去的皇帝没感情 或者两个人闹矛盾 所以皇帝死了 他不出席 那么这个时候 太后作用就非常重要 皇帝突然出现变故 比如在这个明朝 英宗时期 英宗突然在这个被蒙古人瓦拉俘虏 这样的话 一下子权力真空 这个时候 于谦等人 你看看 还是要请求皇后出来住持 立英宗的弟弟来继位 所以 凸显了皇后作为一家之长 这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看这个红楼梦 所以可以看 尽管是男权中心 尽管贾政很重要 但是在贾母跟前 老祖宗跟前 贾政还是要 所谓的孝道 中国文化里面 讲究孝道 对母亲 还是要 那么言听计从 还是要服从的 所以这是 这个他的伦理资源 中国文化里面 宦官干政 有他的这样的天然的 这个伦理资源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制度的缺陷 我们说了 那么权力真空情况 经常会出现真空 往往会有 那么 过激一个小皇帝 从皇家的庞之之戏里面 过激一个小皇帝 不能过激太大了 过激太大了 忽然来个大小伙子 跟皇后的年龄差不多 容易乱套 那不等于是 把一个大灰狼 搞到狼群里面去了 搞到羊群里面去了 那可热闹了 这不可能的 我们过去光对 光对那些太后 做道德谴责也不行 所以只能找个小孩 结果一找到小孩以后 他没办法处理政务 那怎么办呢 垂帘听政 只有垂帘听政 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制度的矛盾 使他在很多情况 又不得不依赖于皇后 母后出来组织 这就造成干政的条件 当然 这个所谓的女货 我还是分两个形式 干政并不必然等于女货 女货怎么发生的呢 也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一个说的 女性肝症 也就是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性 在这一点上 她和男性的皇帝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女性 她不管怎么 她也是一个专制 也是宜人作主 用宜人以至天下 那么作为专制制度必然的毛病 在她身上都必然会产生 专制制度下面的一些困惧 一些矛盾 是必然会产生的 另外呢 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 就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女性 她本身之所以取得政权权力 不是由于她的政治才能 而是叫做女与色尽 显然是长得好 龙颜大悦 取得信任才可能 这是她的接近权力 甚至走向权力中心的 主要的条件 所以在这点上 再加上中国的男权文化 女祸 跟这个自古以来 尤其是自从武则天当政以后 更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武则天 他再厉害 你看看这个文化的多么强大 最后他晚年还要归正 他没有办法 而且从那个传位上 最后他算来算去 到底是儿子亲还是侄子亲 是吧 那这个人的这种私心 最后就是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 还给传儿子吧 但是武则天以后 我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 对于所谓的女祸的谴责 那就是这个文化 对它的防范围剿 就更为严重了 那么这个男权的文化下面 这个导致这个女性干政 女性过温政治 在文化上 在制度上 不被政治的确认 所以女性干政 也是一个自然的眼睛的过程 一个自然的过程 一个不得已的过程 但是在文化和制度上 女性干政 没有合法性基础 是吧 我们说了 历代也有防范 女性干政的措施 自从汉武帝 比如说 汉武帝 那么生了儿子以后 把母亲杀掉 开了这个恶力之后 甚至在中国的很多朝代 几百年的时间里面 在魏晋南北朝 母亲被立为太子 不是 儿子被立为太子 母亲必然被杀掉 一旦被立为太子 母亲就被杀掉 为了防止这个干政 所以这样的女性 就完全成了一个声誉工具 而且这是多么的残酷 尽管有这样的措施 还是不能斗绝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些制度上的问题 可是 女性干政 又存在了这些 合法度不足的问题 那么 不能够被中国的 这种男权文化所容忍 不能够被中国的 这些所谓的秩序观 阴阳秩序 认为 所以中国人 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 丑化 贬是女性干政 所谓的阴阳失调 是吧 这个 所谓的这个叫做 贫瘠之臣 是吧 就是叫做母鸡打鸣 是吧 这个 认为这都是 这就乱了套了 神鬼失序了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想到 女后干政 她的合法性不足 所以她一般的办法是 再加上操作的原因 她不可能随时把她的 把这外庭 陌生人搞在身边 怎么办呢 找她的父亲 找她的兄弟 在身边 帮她处理政务 是吧 一个美貌的女子 如何怎么能够 楚楚动人的 见外边的人呢 那就发生故事了 就怕 所以她自己也怕了 是吧 所以怎么办 这不是我讲的 是汉代的皇后讲的 我怎么能够 楚楚见人呢 长得这么好 是吧 这不安全了 是吧 所以只能找自己 父亲兄弟 这样就会出现 外戚的问题 所以后非干政的问题 必然出现外戚 外戚政治 而一旦出现外戚政治 它的逻辑 它的运转的逻辑 它的命运 必然和宦官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 所以在加拿来 没有什么政治见识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 他们有更多的政治智慧 这时候的女祸 宦官之祸就出现 所以我们文革之后 虽然是批判影射史学 文革的时候 清剿四人帮的时候 余读的时候 也是做了影射史学 曾经有一阵子 大肆的报纸上 因为影射江青同志 打影后了 因为影射江青 大部分我觉得是谴责女后 所以这是政治上的问题 这是一种政治宣传和教育 但是从学术的讨论 我们看要把这些东西分清楚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 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对于在真空 权力的真空的状态下 对于保证这种继承的秩序 实现权力的顺利的交接转移 女性的这种作为宫廷里面的 皇权的替补力量 也还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以我们这里 要思考一些问题 当然我临时又增加一个 一个是 我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分析 除了我们讲的这种 身体政治的视角之外 一个我们看到的 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冲突 确实是在互动中间建构出来的 我们至少可以 并不是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 确实很多灾难 很多东西 我们要逃出传统的 正史的眼光 我们要逃出传统的 孤立片面的眼光 来全面的看待 用互动的眼光来看 中国历史上 乃至于现实的政治冲突 我觉得中国这个 甚至可以引申到 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我们在日常生活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小民百姓 我们在处理人和关系 也有这样的思考 可能会对化解一些 恶性的悲剧性的 冲突可能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 中国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通过对上面 尤其对后非宦官的讨论里面 也可以典型的看出 我们的文化里面 这种理论建构 理论的不彻底 理论建构上的这种短错 所谓的 我把它叫做思维的短错短路 这种理论建构上的 我们对待看待问题 看待事物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问题 或者国家机会主义问题 我们的文化 总是存在着互相矛盾 不能连贯的方面 逻辑上没办法贯通 也没有人做理论的思考 比如说在宦官 尤其在后悲的问题上 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强调孝道的文化 是吧 一方面你看两种逻辑 一方面是孝道的文化 一方面是中法关系 作为母亲 作为女性 那么我们肯定她 尊重她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有什么 男权的崇拜的文化 男权中心的文化 尤其是中国文化的那种悲剧 所谓形成的所谓的智慧 那么来谴责女后 来谴责女性的权利 一方面是肯定她 在伦理上 中法的这种关系是肯定她 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里面 又得出一些权益 之一 一些权谋性的智慧 去否定她 这两种逻辑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的运行过程间 并行不备 没人感觉到她矛盾 我们甚至可以说 在历史上 同样一个人 他一会这样讲 一会那样讲 所以咱们的文化里面 造成了这种逻辑上的混乱 这个理论上的不彻底 几千年来 没有人做这样的思考 没人感觉到这之间有矛盾 都是临到 那么世道临头 采取一种对策 完了以后 再来那么强一种空泛的理论 几千年来 可以说悲剧不断地重演 没人认真地梳理这中间的关系 用朱熹老先生的话 这就是几千年来 叫做架漏补缺过了时日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智慧没有长进 悲剧 历史的悲情不断地这样演绎 理论多么的重要 不能把它说清楚 碎片 没有逻辑 什么都是就事论事 不能理论化 不能把它讲清 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的关系 理论上应该如此 在价值判断来应该如此 如何落实到工具 理性操作制度 没有 是吧 不要它干政 不要它干政怎么办 没人沿着这个问题进去思考 于是呢 当我们需要太后主持大政的时候 我们就要全望太后主持 当我们要谴责的时候 我们说女性是祸水 是吧 所以几千年来就这样 另外一个呢 我们刚才还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 在政治冲突 也看到 我觉得 这个 透过这个讲的话 在这个处理社会的政治冲突里面 没有制度化的冲突渠道 不管我们主观愿望上 如何的防范 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由于我们在制度上 没有疏解 没有各种表达 不同意见的渠道 不同冲突的渠道 一旦这个矛盾怨恨 积压到一定程度以后 必然是一种 以一种无序的 极其惨烈的 惨暴的方式爆发 造成这个社会更大的悲剧 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